杨幂给刘凯威发了一条意外的信息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 杨幂毫不犹豫地提到了刘凯威的名字 并向她的前夫传达了一条留言 这引起了观众和媒体的注意 此前 刘凯威和杨幂在交往一段时间 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感情 后于2018年分手 分手后 两人仍保持亲密关系 经常有一些行动和言语来表达彼此的感情 然而 最近有许多传闻称刘凯威已经有了新女友 并正在准备结婚 因此 当被问及此事时 杨幂向她的前夫留下了一条留言 如果她真的想结婚 我会祝福她 我希望她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杨幂的评论受到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因为她表现出的成熟和礼貌 许多人认为杨幂的行动表现出真诚的情感和对前夫的尊重 杨幂不仅向前夫送上祝福 还表达了想要抚养孩子的愿望 这让许多人感动 与刘凯威离婚后 杨幂专注于事业发展 最近 她分享了希望刘凯威能在新的爱情中找到幸福 并允许她抚养女儿的愿望 一些网友认为杨幂仍然关心前夫 并有很多怀念之情 杨幂是一位强大的女性 从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成为现在备受喜爱的超级巨星 然而 在她还未出名的时候 她曾经遭受到外貌和演技方面的批评 虽然杨幂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但代价是没有时间陪伴女儿小米周 然而 刘凯威仍然是一个爱护女儿的父亲 杨幂相信她并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而不必担心 她曾经分享过工作过 在让她没有时间约会或休息 只能利用空闲时间探望女儿 目前 刘凯威已经有了新的爱情 但杨幂仍继续事业发展 并单身 感谢您关注杨幂给刘凯威的意外信息 并留言 访问我们的频道 查看有关该活动的详细视频 并获得有关艺术家杨幂的最新信息 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频道 以更新我们的后续视频 谢谢 再见